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番远道而来 心心念念地想见一个人 师父 师父 为师以前教你什么了 御师不可急功近利 只指方而有得 还有呢 智智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还有呢 御师需动心忍性 以徐徐徒之 师父不可再打了 再打下去皮都破了 明日陛下宴请 这手上有伤 我要怎么交代啊 从三平已经是重臣 再迈两步 就可以不正封疆 你毕竟是女儿身 爬得太快 犹如置身刀山 朝中上下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 师父 这官是陛下封我的 又不是我自己讨的 更何况 我既实军俸禄 也要为君尊忧啊 何况我想要加官进爵 并不是我贪心 是因为只有这样 才可以早日和师父 兼并兼站在一起 我等这一日 已经等了很久了 若是不能如愿的话 就算是让我 将这季风管的规矩 超个一百遍 一千遍 我也是不能惊心 师父 您之前一直让我 留心那汤钱字 我一直放在心上呢 今日在朝上 我好像看到他 在向人打手势 我知道 师父 还有 之前苏鸣 已经叛逃狐库左部 在兰兹城一战时 又普敦王 不断地收到消息 我怀疑那汤钱字 是苏鸣 安置在黄泉关的内影 还有一事师父 在黄泉关一议时 我曾经两次见到 狐库左部新王 夺落的样貌 如何 那夺落的样貌 除了发色与铜色以外 长相与卓英 几乎如出一辙 虽然在洪耀园一议后 大征跟狐库 已经很久没有交战了 但此番 狐库左部新王夺落 亲自率军阵前 师父并不担心 黄泉银中 也有人见过 这夺落的样貌吗 苏鸣已经叛逃了 他与哥哥是旧事 此番又逢新主 难免不会左右勾连 师父 我很怕 有人拿这件事情 大做文章 师父 不要凑得那么近 你说的话 我都能听见 之前让你去黄泉营历练 本来希望可以让你变得更稳重 但没想到 反倒让你无所顾忌 如此放浪行骸 万一你的身份被揭露 有没有想过后果 我并非放浪行骸 我此番远道而来 心心念念地想见一个人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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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